信實的上帝是會不會廢掉自己 與阿伯拉罕、以撒亞國所納的約的呢? 這樣說是神是愛嗎? 大家好 可能因為我們是機構的緣故 我們接觸弟兄姊妹基督徒的層面比較廣 他們來自五湖四海 不同的階層、不同的宗派 但很多時候他們都會走來跟我們分享 他們覺得很迷失 可能你會覺得很迷失 是因為他們沒有自己的教會 他們沒有自己的小組 他們沒有祈禱 剛剛相反 他們反而是一群很認真追求信仰的一群 他們所說的迷失 就是當他們去讀聖經的時候 發現很多地方很難明白 他們去學習、去聽不同的課程 去學怎樣去做色經 但是讀完之後都覺得很迷失 都不知道怎樣入手 不知道向哪個方向走 有時候在小組裡 他們會負責帶查經 但是其實他們覺得 不知道怎樣處理這些經文 最多就是分享幾句 關於這段經文 然後加一個現代的應用 就叫做一個查經 所以這一群的鼎姊妹 他們走來找我們 到底這個問題在哪裡呢? 那這一群會願意去出聲 講出他們的困難 願意求助的 其實已經很好 我們也都遇過一些 他們跟我們說 已經很多年沒有讀聖經了 已經對翻教會聽道 已經沒有了期望 已經對查考聖經 根本沒有可能明白 就算明白 也跟現代根本是脫節 根本是應用不到 那怎麼辦呢? 問題出現在哪裡呢? 如果個別的鼎姊妹 有這樣的經歷 在不同的堂會 都有一些認真追求的鼎姊妹 有這樣的經歷 那我們整體基督教 向哪個方向走呢? 問題出了在哪裡呢? 是不是這群的鼎姊妹 他們不應該對讀聖經 聽道或者是戴查經 是有任何期望呢? 我們會說聖經是神的話語 但是當弟兄姊妹 對神的話語 有期望的時候 好像是他們不對的 到底我們這樣做 是否正確呢? 還是我們教牧同工 實在太過忙了 在教會裏面 太多其他的事項要處理 這樣很難去兼顧得到 很細心去延經 然後去餵養弟兄姊妹 那原因在哪裡呢? 問題出現在哪裡呢? 又或者會不會是 我們介紹一些人進去神學院 我們介紹一些不好質素的人進去神學院 以至訓練出來的人是這樣的 又或者是神學院的訓練根本不足夠呢? 當然 你沒有辦法可以知道 哪一個是一個真正的原因 又或者每一樣都是一個問題 然後可能的情況就是 大家根本就是在推卸責任 那郭別鼎姊妹會責怪教會 教會會責怪神學院 神學院會責怪回教會 然後教會又會講返信徒 不應該有期望 就這樣是沒完沒了的 這樣在循環不適 到底我們怎樣可以走出這個困局呢? 我們嘗試從一個最基本的層面去看這件事 我們發現 基督徒在他們的思維裡面 有很多矛盾的位置 這些矛盾的位置 就好像一個電腦程式 裡面有些誤差 有錯誤 一個錯誤 兩個錯誤可能無雙大雅 只是在運算上會慢一些 但是如果日積越累越來越多這些錯誤的話 可能整個程式根本不能夠運算得到 甚至乎可能會死機 會不會回到教會一段日子 我們基督徒 就會積積埋很多 其實我們不察覺到的 但是在邏輯層面 我們的思維上 是一種的矛盾 是一些有衝突的位置 一個兩個沒有什麼影響的 但是日積越累的話 可能根本我們不懂得再思考 不懂得從哪裏入手可以思考到聖經 我舉個例子 大家都很熟悉的 譬如《提摩太后書3章16》 《聖經》都是神所默是的 這句我想沒有基督徒 即是你回到教會的話 沒有可能沒聽過 這句很簡單 我們這次不常講 這句至少可以明白到一件事 就是聖經是從神而來的 如果你問每一個基督徒 他們都說是神的話語 但是同時間 傳在基督徒的內心裏面 他們又會知道 《床約聖經》是給猶太人的 《 床約》時期的 我們現在就讀新約聖經 但是你繼續是 inc S 益著《聖經》 當時的 是神所默是的 這不是一個落差嗎 這不是一個矛盾嗎 這是一個矛盾嗎 但是許多基督徒就接手了是這樣的 這些落差這些矛盾 就是導致我們 在邏輯實上 就會 我們根本不知道怎樣繼續往前行 很多基督徒都會明白到神是愛 但是當我們講到律法的時候 他們帶著很負面的看法來看律法 也都不懂得怎樣處理 一方面又怕走回律法時期 另一方面又不知道律法到底是為了什麼 最終就會說律法原來是上主給猶太人 一個很大的笑話 好像是整股他們一樣 這樣說是神是愛嗎 我們同時也會說神是信實的 但是我們也會說 舊約過去已經廢掉了 但是來到新約時期 信實的上帝會不會廢掉自己 跟阿伯拉罕、以撒亞各所納的約呢 如果你從教義上 可能你會接受了剛才所說的所有矛盾 但是這個在邏輯上 在常理上 本身是矛盾 這一類的矛盾 我只是舉了三個小的例子 比較普遍看到 但是有大量的矛盾 我們可以建立好我們穩固的一個信仰的根基 所以我們叫做建立現經的根基 如果我們還在這麼多這些矛盾位的話 根本我們連根基都不穩固 很難去建基其他東西上去 所以這一百堂課 就希望逐樣這些矛盾位 就去帶出來 讓我們重新去學習 到底聖經 明白聖經是什麼一回事 和以色列和美國一起合作 重組回當時整個的情況 common sense 都可以用來查經的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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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